那么文美集团美国声学直通车是乐视机华人咨询网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北美首档的大型网络直播的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还有声学的建议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家长有任何的美国声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滕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15年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提供大学申请以及是规划的服务 全美他们都有12家的办公室以及7天的营业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会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也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美国声学网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声学资讯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也请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那么小红书的话呢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好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些这个网友的问题 来请万博士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首先这个问题是问 请问万老师 有人说UCLA UC Berkeley录取是抽签制 他说这个部分你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说一下解答一下 各种谣传各种谣传 确实是我包括我们一些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被UC的这个招生已经搞懵了 这个真的不知道什么样的学生应该录取到什么样的学校 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家长群里 包括这个在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学生坊间的讨论 一到这个毕业的一到这个录取结果下来就比较晕 说这个怎么这样的学校拒掉了 那样的学校又录取了 这个人怎么这样是吧 所以就有一种传说 就是说这个UC怎么这个招生怎么随机性这么强 是吧 是不是这个随便抽签的 是吧 人太多了 你想他一年十几万人申请 然后这个录的人也很多 录一两万人 是吧 这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 那么他们有时间真的好好看吗 是不是就像说的这个就是抽签制 抽签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是抽签制的话 那这个绝对是非常大的一个丑闻 也是非常不负责的一个事情 那么毕竟这个大学公立学校 他再是考虑到教育的公平 他也要考虑到这个学校的 这个教育的 这个怎么说呢 教育的质量吧 是吧 生的质量和水平 他还是有所划分的 不至于抽签 但是我告诉大家 确实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们越来越发现大学招生的整个过程中 人工智能的引入度越来越高了 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个大家可能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这个话题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提出来 这个人工智能在大学录取的审核过程中 越来越高了 那么这个有些家长就说 这个人工智能靠谱嘛 我告诉你 实践证明有的时候很靠谱 有的时候甚至比这个人脑袋 还要更科学更公平 大家知道这个人对招生官来说 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偏好喜好 是吧 就跟上次我在跟大家分享 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招生官 他录了一个学生是吧 这个学生把高尔夫球放嘴里 想办法打出来 然后这个没打出来进医院 然后他觉得这个孩子很棒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就录取他了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有强烈的 其实个人偏好在里面的 但是呢 像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引用呢 他呢就会更加的科学 其实这种大数据的引用 不是在现在 而是在很多年前就引用了 大家其实通过这张申请表 觉得这张申请表 越来越多的选择题 越来越多的这种 12345的题目的时候 其实大家应该有所感觉 其实计算机都在后面 给你们判分了 都是甚至从最原始的 最开始的 从只是单纯的用GPA去筛掉一批人 到后来的每一个单项的分数 再到后来的漫漫人工智能的引入 来搜索你的关键词 到现在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这个智能AI的人工智能 AI的引入 叫AIGBT什么一个组织 就是像刚刚被微软收购的 我看那个新闻还挺震撼的 它是可以帮你写论文的 而且是可以这个技术非常的高超的 所以他们号称这个技术的引入 会让谷歌在两年之内完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反正这个事情 就是在大学的招生体系里边 这种人工智能的引入 关键词的引入 这个综合的分析 我觉得会以后变得会更公平 那大家又会担心说 会不会更加的标准化 都变成录取的都是一类人才 因为你既然是 AI人工智能的审核 那它的这个关键词是不是就有效的 我倒不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只要你把输入的指令 对一个孩子的培养的 考核的标准足够全面的话 他都会给你 只能说是给你打分 打得会更细 打得会更全面 我觉得应该是会 这个招生的这种主观性 变得越来越弱 跟大家相反的 确实抽签也是没有主观性的 但是不是这么随机的 而是在主观情况下没有 在客观情况下 没有那么多个性化的一些 招生观的个性化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会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我觉得应该会更加的公平才对 好 谢谢 谢谢万博士 这个确实 在这个部分 大家不要这个 听信谣言 要多来看我们的节目 这个我们有任何的这个新的消息 万博士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特别是像这种什么类似抽签 这种如果真的有这种变化的话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 请万博士来给我们做个解读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这个分辨一下 很多的东西这个并不是都是真实的 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想问万博士 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 那么我在德州 请问如何来请万博士 你们来做这个规划的服务 没问题 我们服务全美国甚至全世界 想申请美国名校的孩子们 所以只要你在 只要你想来美国读书 是吧 无论你在哪里 那么我们都愿意为您提供这个服务 当然我们的服务的话 主要也是通过这种 这种视频会议 线上的 通过这种定期的这种 跟孩子的沟通交流 一种信息的传递 来辅导孩子 那有些家长会担心说 这种视频会议的效果如何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种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们服务的孩子的类型 其实是大部分都是为了冲击 刚才咱们说的常兴藤 前10前20我带的孩子 基本上大部分最差 也是要进到前30去的 所以他们在寻找我们之前 甚至已经都有了自己的一个 相对比较明确的方向 其实他们寻找我们 最大的利用价值是什么 是信息 是一个信息的传递 是一个决定的选择 而不是我盯着孩子写作业 对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互联网这种平台的沟通 就会变得更加的高效 我们周末可以开会 我们晚上可以开会 为什么 因为孩子们都很忙 是吧 你看我今年带着录取的 斯坦福的一个学生 他基本上晚上一两点 是没有休息过的 基本上都是八九点才开始 做自己学习方面的事情 八九点之前在放学这段时间 全是在课外做一系列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课外的事情都在配合 孩子这么忙 哪有时间开会 那你如果我要求你来办公室开会的话 第一晚了你也不方便 我也不方便 是不是 反而这种视频会议的方式 孩子是为了得到的信息 他们是为了得到指导 对这种视频会议的模式会变得非常的这种高效和实用 所以只要孩子愿意想要得到引导 愿意冲刺理想的名牌大学的话 那我们这种互联网的优势 包括一些互联网的一些资源的利用上 比现场效果更好 我有一次跟他这样讲 我说你现场咱们两个只能干巴巴的聊 其实反而效果不好 尤其是万老师是喜欢讲课的 我经常分享一些资料给孩子 那么我通过视频会议 我就可以共享屏幕 分享很多东西 案例 各方面的一些资讯 反而是效果更加的高效 所以德州的家长可以完全放心 这种最好的资源 其实往往在互联网之上 谢谢 是的 没错 确实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线上这个东西 也是因为疫情 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种便利 然后我们现在 你看我跟万博士的这个节目 也是通过这个网络来进行 通过这样 这样的话万博士也不用跑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来 这个确实在成本上 还有就是说 其实沟通上 其实没有什么更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这个连线的部分 所以可以相信这样的一个 一个科技的这个带来生活的改变吧 好 然后刚才 其实万博士也说到了 就是说您现在有很多的学生 这个其实八九点才开始做作业嘛 那么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然后这位家长就想问一下万博士 暑期的话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安排孩子的活动 这个家长问的很及时 现在是二月份了 二月份确实应该提早为暑期做好一定的指导安排了 因为这里边暑假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一直在讲之前咱们所谓讲的弯道超车 咱们之前所谓讲的说你能够这个stand out outstanding是不是 你能够领先别人一步 是从哪里开始领先别人的 往往就是通过暑假了 因为这个暑假的话 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时间段 因为每个人都是可以有自己的空间来做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你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和一个做了很多事情的人 那么暑假的差距就拉开的就非常的明显 所以反而是在上学期间 因为每个人都是七点到下午三四点钟 要完成正常的学业 那然后你自己可支配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你做再多的努力 可能你每个人之间的差距拉开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暑假的这段时间 拉开的就非常明显了 是吧 其实陆陆续续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暑期的安排种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近的说学习 是吧 一些超前学习的准备 是不是 预习 到一些大学去访问 上一些夏季课程 是不是 然后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是吧 然后做一些大学的访校 然后搞一些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是不是 刚才不说了 还有开公司创业的 囤囤货 做做市场调查 是不是 其实这个暑假可以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多彩 那么包括之前我跟大家讲的 访校每个夏天家长有时间的话 带着孩子去一次旅行 去看一看 去换一个环境 让孩子去体验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从我作为我作为专业 升学这一块 我给你的建议的话 当然是我觉得要看你是几年级 不同的年级一段可能要求不太一样 但是可能一些集体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是像仿校 还有下校的这大学的一些夏季课程 是吧 这个时间你要早点定 最好是月份你能够定下来 你定下来之后的话 它可能是三个星期四个星期 剩下的时间你就好安排了 剩下的时间你就比较好安排 课外的一些其他的安排 所以夏季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事情 包括做义工 是不是 让孩子接触社会 去做一些实习 这些项目 也是非常好的 对孩子的一种锻炼和提高 对 没错 确实 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计划 这个万博士之前也曾经说过 这个高中的这四年 其实你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这个但是呢 他确实要去安排很多的事情 是需要提前规划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有任何的疑问 包括刚才万博士说到的 以上了解一些信息的话 也可以来联系文美集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家长问的是 想请万博士来介绍一下 文美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谢谢啊 这个文美的这个优势的话呢 其实感谢我们的主持人 每天都在讲 是吧 那么我们的优势的话呢 我觉得有几点吧 第一点呢 我觉得和市面上很多其他机构 不太一样的就是 我们在服务体系上面 尤其是在收费模式上面 我们非常的自信 我们分三次甚至分四次来进行收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家长放心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做好服务 如果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 那是会随时公职这个服务 那么这个和市面上很多的机构 是让你一次性付款 最多也就两次付款 市面上分三次分四次付款的机构 应该说文美集团是非常 应该说是第一个这么做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让家长放心 我们对我们的服务非常非常的自信 当然我们在过去有十几年 将近20年的这个升学规划的经验 我们专注帮助我们的亚裔子女 来进到名牌大学去 所以在这方面经验的积累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是制度上的保障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作为顾问的这个经验的积累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 已经是非常非常丰富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对我们亚裔群体的了解 我们对我们亚裔家长的了解 我们对孩子的需求的了解 以及配套的针对亚裔群体的这些措施 我觉得都是要比那些美国的顾问 或者说韩国台湾 这样的一些机构呢 会更加的有针对性 我们在沟通方面也会更加的顺畅吧 欢迎我们的孩子们家长们来进行咨询 谢谢 这个确实啊 我们跟这个万博士已经做了 这个我觉得应有三年的节目了 这个三年多的节目了 所以呢 每一期这个万博士都会跟大家讲到很多的干货 其实这些干货在我看来就是他们的优势 就是他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美国的教育体系 了解这样的一个升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对于我们很多的新移民的家长和我们的同学们来说 这是最宝贵的 就说什么最重要 我觉得信息最重要 您了解了 你才会去做嘛 所以也非常感谢万博士 这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愿意无私的为大家分享这些信息 当然大家也还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的文美集团 他们是享誉美国的华人的教育集团 那么滕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15年只做一件事 就是为了在美的华人子女来提供大学的申请 以及是规划的服务 全美呢 文美都有12家的办公室 7天营业 万博士领先的硕博的顾问团队 会尽心的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升学网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呢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咱们要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印来添加 小红书的话 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非常感谢万博士 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 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文美集团 美国升学制通车 在每个周五 每夕时间的中午1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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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